再来看曾经宣腾一时的远航掏空案 检方对前后任董事长崔勇和胡定吴等9人提起公诉 而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 本来被检方求刑6年的胡定吴 因为查无犯罪事实或判无罪 至于崔勇还有前总经理陈尚群早就弃保潜逃 到现在还是下落不明 2008年爆发的远航掏空弊案 前董事长崔勇被指控涉嫌利用转投资的手法 掏空远航20多亿的资产 检方侦查后以违反证交法和背信罪 江崔勇 前远航董事长胡定吴 前总经理陈尚群等9人起诉 历经4年的审理 原本被判刑6年的胡定吴 今天一审获判无罪 当初卷入弊案时胡定吴一直否认所有犯刑 法院认定他罪证不足 让胡定吴得以全身而退 反观前远航财务长吴永章 则被判处7年徒刑 前远航协理施建华被判两年徒刑 还有吴哥航空执行董事 楼文豪遭判刑6年6月 面对镜头楼文豪不愿多谈 只表示一定会上诉 至于在远航弊案中 涉嫌重大的前董事长崔勇 以及前总经理陈尚群 都已经先后潜逃 目前仍在同期中 就在伊雷奇谱报道